各位,在目前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衝突之中 这里就说以色列其实有两个选择 一个就是跟北京、习近平等领导人的以色列 就是将边界退回到1967年那时候的边界 跟大家看看现在所谓的1967年的边界是什么 这里左手边这幅图 其实白色的地方和现在这里右手边图的红色地方 原本全部都是巴勒斯坦的土地 包括这里的加西斯坦 这里左上角有个高栏高地 还有西岸的West Bank 现在有一个大问题就是大家都欠耶路撒冷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说将耶路撒冷一分为二 东面就属于巴勒斯坦 西面就比以色列 现在这个 今次发动战争 是由加萨地带向以色列襲 我们再看完地图 就是在这边 就是我们有希腊 在旁边有个Jordan 在旁边有个Jordan 上面这边就是Lebulon 而这一块仔 就是叙利亚 其实以色列也是被一些阿拉伯国家围绕 当然 在他的西南部 这个就是非洲 Egypt 一直以来 就算在圣经里面 Egypt 和犹太人 根据他们的圣经 都有非常之多的冲突 好了 看回来这个建议 现在 换句话说 建议 退回到1967年的边界 已经给了非常多的土地 给了以色列 但是一直以来 以色列都没有做好这件事 他们是继续将西岸地区 Golan Heights 和加萨地区 当作自己控制的领土 而对这里的人民 是做了一个大规模 整人口的所谓的惩罚 这件事其实根据各种联合国的宪法来说 这个是非法的 我们看到 在分两边 即是美国加上西方政府一边 另一边就是非西方国家 基本上非西方国家 和大部分的国家都同意 以色列应该交出 现在他们占领的巴勒斯坦地区 而使得巴勒斯坦可以立国 成为一个 two country solution 但是 我们看到 目前在美国的政客来说 他们仍然向战争 向种族灭绝 以及将所有的巴勒斯坦人 是要灭绝的 如果我们从 《圣经》里面 《旧约》里面 看到 每一次当犹太人强的时候 他就会进攻一些城市 而圣经里面说 犹太人将整个城里面 全部杀到鸡献不灵 是没有任何生物存在的 因此 这个 genocide 种族灭绝 其实 在以色列 可以说 他们立国里面 所用的概念里面 是可以说 是很深刻的 到底 以色列可以如何选择 一个方法 有人提议 就是 在这些界线 绝对隔开 建一个五米高的高墙 将它隔开 但现在不是说 等于没有墙 我们知道 就是 以色列有很多 两米多三米高的墙 隔开了这两段 而利用 控制住这些地方的电力 水 食物 医疗 等等 将这个地区的人 全人 全部一起 是惩罚的 所以 反抗方面 现在有两大堆人 两大堆 一个就是 哈马斯 另外就是 哈斯巴拉 这两个组织 都是为了巴勒斯坦人 是要争取他们的生存空间 而目前的形势 在阿拉伯国家方面 似乎 和 过往 阿拉伯国家里面 因为 两个不同的派别之间 并不团结 但今天这个现场 已经完全改变了 在团结方面 我觉得 阿拉伯人 这次可以 比以往任何时间更加团结 当然 我们知道 在过去 以色列立国当时 当时 以色列的军队 以一个非常少的数目 将他周围的国家 包括埃及 浙登 勒布朗等等 是击败的 但今天的形势 有没有改变呢 我们稍后会和大家 继续分析下去 这里他就说 而今天的形势 和以往已经不同了 而 以色列再没有一个 军事的优势 尤其是 和伊斯兰国家相比 这里就说 伊朗 向Hasbola提供了 飞弹 反坦克武器 弹药 反飞机的武器 和更加多其他军队等等 但是呢 在俄乌战争中 我们看到了一件事 就是一些西方昂贵的武器 比如 什么 爱国者的仿导弹等等 全部被一些非常廉价的 自杀式无人机 所以说打到一波一路 换句话说 今天整个军事上的平衡 已经 因为俄乌战争 是有一个新的突破 已经是 不像以前那样 认为 以色列是 军力很强 不可能打败 赢了 似乎今天这件事 就未必成功 因此 对以色列来说 其实呢 争取一个长期的和平 其实就是一个更加好的选择 如果要争取一个长期的和平 自然就是巴勒斯坦人 就不可以被以色列灭绝 有人说 我将巴勒斯坦人全部灭绝 那我可以有和平 这个不可能发生 因为呢 今天 亦都有不少的巴勒斯坦人 已经离开了 他们的地区 这些在 分散世界其他地方 会有些次 当年 犹太人 分散世界各地 他们会找个机会 聚在一起 所以 要一个永久和平 唯一的选择 其实就是 两个国家的方案 让巴勒斯坦人可以立国 虽然 现在的巴勒斯坦立国 所留下的面积 比起以前 少了 非常非常之多 但是如果巴勒斯坦人可以接受的话 以色列应该做一个真真正正的尝试 可以和巴勒斯坦人和解 以便 以色列可以有一个长久的和平 亦都可以 不用再把巴勒斯坦人 迫到 无压生存 无压生存之下 这个 这个 叫做 什么 港狗若狂行 或者是 迫虎跳墙 不要说 所以 要真正的和平 真是好像 普京和 习近平所说的 一个 和解 让巴勒斯坦可以立国 退回去 1967年的边界